好了,回到後,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回來講一下英偉達和NVIDIA 其實這家公司叫NVIDIA,它有兩個譯名 中文有兩個譯名,一個叫英偉達,一個叫輝達 不要緊,這家公司就是現在AI人工智能晶片的大佬 他們的業績非常厲害 調整後,每股收益是一股2.7美金 大家預計是2.09而已 其實又多了一大部分 他們其實升得很厲害 盤後交易已經升了6% 還有就是他們的收入 是135億1千萬 這是第二季財報 預計是112億2千萬美金 又凸了這麼多 NVIDIA表示 第三季的營收 就去到160億美金 這就是比他們的預期高 他們之前預期是126億 市場上的預期是126億1千萬 根據NVIDIA的指引 這個季度的銷售額 比去年同期增長170% 很厲害 淨利潤 一年前 其實只有26比先 而今年一聲就升到 61億9千萬 即是每股 是2.48 所以很厲害 現在的晶片 之前就是A100和H100 A100是閹割版的 是賣給中國大陸的 H100就是在西方那裡賣 那為什麼要他們的晶片 就是查GPT 其他的AI 都是要用他的晶片去行 根據黃仁芬 就是他的大哥 就是輝達英偉達大哥 黃仁芬 他當然是跟分析師講電話 他說現在全世界已經裝了 價值大概一萬億的數據中心 這些一萬億的數據中心 就有雲端、企業那些用的 現在這些幾萬億的數據中心 就在這裡轉變做 有計算和生成人工智能的能力 也有說 他們說到 他們公司不會立即受到 拜登政府提議的 晶片出口限制的影響 因為他們有一個版本 可以出口給大陸的 就是A100 就是H100 出口不到 出口到,但不是去大陸 A100是繼續出口到的 他們現在可以很囂張的 這個輝達可以囂張得怎麼樣呢? 他們的財務主管 叫做 Colette Kress 他說 因為全世界對NVIDIA的產品需求 都非常強勁 他們就預計 但是 如果 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數據中心 GPU實施額外的出口限制 都不會對他們的 財務業績 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 很串罪 也要感謝Dandy Chow 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喏 其實 他今年這隻股是升了很多 其實是升了兩倍多 是標準普爾500裡面 表現最好的公司 現在 超過500元 其實就 這個 輝達 之後會不會繼續賣很多AI晶片 他起碼可以賣幾年 我保守的估計 他起碼可以賣幾年 還有就是 現在搞雲端的公司 他就升級 所以 也會帶動到 其他行業的 有其他做晶片的公司 其實也可能會有一點好處 Alphabet 他自己 當然 他都會搶購 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Amazon Facebook 就是Meta 他們都會搶購 這些晶片的 還有 現在他出了H100 但是他之後一定會有其他晶片出來的 就是根據 英偉達輝達的傳統就是 他出了這些東西一年之後 他就會有新一代的產品 其實就是 他現在是賺很多錢 現在 看得到的收入 他們就是在數據中心銷售那裡 他的毛利率是增長了25.3% 那個毛利率是去到71.2% 這個就很厲害 這個數字是厲害到不得了 還有就是 當然 英偉達他有做GPU的 就是Graphics Card那些 那些業務就差了一些 就是同比業務就下降了24% 那麼 GPU就 3億7千9百萬 如果在 車方面 因為他們現在有做車的晶片 車用晶片 這個輝達也有 那麼 他的部門的收入就是 2億5千3百萬 他也有增長 同比增長15% 就是其實 汽車智能化的趨勢 看起來就會持續 那麼 他們還會搞一樣東西 他們的股價應該會繼續升 就是 英偉達有說到的 董事會批准做一樣東西 就是 拿250億美元 來回購股票 他上一個財政年度 就買了 就是 回購自己的股票 就是32億8千萬 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 這個東西 他應該 我不是邀約叫大家買 其實我提過 這隻股票 其實是去年 他只有兩百多元的時候 已經說了 那麼當然兩百多元之後 有一段時間 跌了到百多元 那麼 兩百多元說的時候 叫大家留意 那麼其實 你自己有留意的話 可能已經有錢收拾了 那麼 那麼 當然 希望大家 當然要謹慎 那 有些 蜂友說 471元 這個471元 就是收市前的價格 來的 收市後 他就再升到 6.57% 其實已經是去到 現在 After Hours 他有quote的 Nesdaq 可以去到 你 你 我現在看到的數字 就是502.1 這個數字 應該是沒有錯的了 他之前 史後的時候 他還有一段時間 是炒得很厲害的 他去到518元 520元 他是再炒 已經是跌下來的了 其實就是 Terry Chan你說的價錢 就是471.16 就是昨天收市 但是他們是時候有競價的 他們是時候交易時段的 After Hours 他是有quote的 所以 現在我看到的 502.1 這個就是輝達 不是叫大家買 也不是腰弱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終於是 來 motherfuck 做這個 對 你可以 表演 什麼 是不是 對 你 好 對 你 有 那 就是 炒一下 就要把鏡子切成 放水 放入它的调碟 放入鮮 放入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